來我們看一下麻煩各位同學到這個網站1234-1kmow.net 這個網站 你進來之後呢 如果你有就是Email帳號 你可以從這邊會員登錄這邊 你可以選擇你用Google的或者是Yahoo的 但是不要用FB啦 FB因為有的那個全線設比較嚴謹 所以有可能會登不進去 這是第一種你可以用社群方式的 第二種你可以用Email註冊的 第二種在這邊 你可以選擇用Email註冊 點一下輸入你的信箱密碼 然後它會寄封認證信給你 所以你要去收信 這是第二種 第三種最簡單 你就用訪客的也可以 如果你覺得我今天只是來玩玩看的 也不確定這個老師行不行對不對 所以你就來這邊取得訪客代碼 那按下去之後呢 會取得一個八位數的八位數代碼 待會兒呢 就是說下次或者你回家 你就一樣的代碼把它打進來 那麼你的學習紀錄 你有做的筆記 你的閱讀紀錄 你有加入我們的群組的部分 就會繼續留在裡面 你的那個學習紀錄在裡面 所以呢你如果按這種的按一下 有沒有產生八位數的代碼 有喔 好按我了解了 那馬上有人就忘記那個代碼對不對 對 好 對 我早就知道 所以你看右上角 有沒有在上面 太厲害了 請你點一下 來這邊編輯個人資訊 換成你的姓跟名 這邊改的 你可以用英文的我不反對 好 就是換成你自己的 但是呢這邊只會改到one note顯示出來的 比如說你用社群帳號的 你原本的那個裡面的名稱跟那邊沒有關係 好就在這邊而已 好這是第一個 那各位進來之後呢 預設會在哪裡 會在這裡 就是發洩裡面的課程 其實這個one note是一個翻轉區去平台 所以你在上面不只是只有老師的 你會看到很多其他的 好其他人的 那課程比較跟單元比較像是教材 那麼我們如果是班級的話 比較屬於就是群組的 所以老師的資料放在群組這邊 好所以你知道到八線裡面的群組 有沒有看到我們大甲高中 有 有齁 我都放在第一個 第二個也是我 因為我昨天下午去的 好 昨天下午去的 所以你再點一下 在右上角這裡 有看到加入了嗎 有 請自己按喔 你在這邊他不會幫你開門 好 好 所以你按下去你就會看到我們今天的簡報 還有所有的資料都在裡面 來這邊這樣進來了有沒有 簡報在這裡 內容在這邊齁 那真正的內容 除了這裡外任務裡面 這裡有 有沒有關於WebDuner的 然後他有一些範例的 還有我寫的文章 有相關的內容都在裡面了 所以點開 點過去就可以點過去 好那我就等各位一下 記得進去之後 在群組裡面 好在群組裡面 來還點各位囉 謝謝 謝謝